她是成龙一生最难忘的女人,却为了成龙终身不嫁,她悔不当初。 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国际巨星成龙的,她不顾性命为我们贡献了很多飞升国际的影视作品,把中国武术弘扬世界,当然,同样弘扬世界的还有她的爱情史。 成龙辉煌大半辈子,也风流了大半辈子,今天小编就来介绍介绍她众多女人中一生难忘的那个,初恋阿珍。 成龙爱过的女人太多了,米雪林凤娇,邓丽君,吴启丽,还有阿珍。 虽然成龙不爱,但是现在提起能让她善然背下的女人也只有初恋阿珍了。 阿珍因为成龙至今未假,成龙每次谈起她都声称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阿珍。 那么他们到底有助怎样的爱恨情仇呢? 其实在成龙十五,十六岁的年纪遇到过一个女孩阿珍,那时的成龙还不是功夫巨星,更不是国际巨星了,只是个习武的默默无闻的小演员。 而阿珍是当时西班里的钢家花旦,有颜值有名声,成龙一直暗恋住她。 为了经常见到喜欢的女孩,成龙就常常等阿珍表演结束就去接她,两人接触时间久了,真的有了感情。 年少的爱情总是这么简单,没想到就这样追到了自己的女神。 可是事与愿违,很快被阿珍的父母发现,阿珍的爸爸是个复古课版的爷们,一听说成龙是个习武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,当即就不同意,他还说成龙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。 因为父母的阻碍,两人都是黯然神伤,成龙只好出去创档,努力演戏,慢慢地,去的地方多了,见识广了,成龙也逐渐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,开始以忙为己口和阿珍疏远,学会花天酒地。 所以说男人天性风流,随着成龙事业上的成功,两人聚少离多,加上外面丰富生活的诱惑,成龙和阿珍终是走到头了。 之后成龙又迷上邓丽君,迷雪等,可是阿珍却截然一身,自己开了个服装店,一直很拒绝肩成龙,甚至不要他的帮助,之后就消失在大众眼中,但是却至今为了成龙为假。 阿珍爱得疯狂,爱得痴情,感情过去没有对错,但是爱得太深的那个总是受伤最多,即便成龙现在悔不当初,对他念念不忘又能如何呢? 初恋总是美好难忘的,你们说呢?